怎么又来了呀 我不来怎么办呀 找你儿子去呀 你儿子不是能耐吗 儿子他现在也不理我 你现在不理你只要找我了是吧 当初你把钱都借给他 都给他的时候 我不也给你了吗 你给我多少那是借的 是借的 你找你儿子去 我现在没有啊 从小到大眼里就只有你儿子 张嘴闭嘴就是你儿子 现在我在嫁出去 泼出去水了 你更找不着我 找你儿子去 走走走 走走走走 别的让人肩膀里去看一下 丢人线 走走走走赶紧走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没有 开门吧 丁老师到了 这就是我姑娘家 咱们小姐姑娘 开门啊姑娘 开门 大夫来了 干嘛呀 你别东西吧 谁要是谁 如果你不想被你的人家 看不起你丢人的话 你让你把你爸请进去 这这这 真能耐了你现在 真能耐 你这怎么还找个外人来 咱俩解决不了了 啊 你就弄点事吗 你要早给我 不没这事了吗 我早给你 你把钱给东西你儿子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好 行行行 你听好了 你父亲把钱给成是他的权利 他别说给别人 他就是捐到庙里 也是他的权利 但不代表他把钱给别人了 你欠他的钱 可以不用还了 听懂了吗 他儿子也欠他的钱 怎么就炒我要啊 找你要也是应该的 你别管别人欠他多少 你欠不欠 你就能炒我使劲 那把你儿子叫来 你儿子也欠 那你儿子欠了钱 怎么可以不还 我就非得还呢 你就偏向 来来来来 找你儿子来 一天那晚就能炒我使劲 来给你儿子打电话 你不是能耐本事吗 就能炒我使劲 就会说我 从小到大就是这样 喂 干啥呀 你说干啥呀 来我家 你爸 你爸来我家了 来我家 找你 你赶紧来 有事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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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过来 快点来吧 赶紧过来 我受不了了 你过来 我去你家闹啊 少废话 赶紧过来 快点 你看 你这儿子能耐 本事 你也别说他儿子 你好吗 你作为一个女儿 你进了以后 你亲爹在这儿 逐个鬼 你看不见是不是 我什么样 那怨谁啊 啊 小时候你们怎么对我的 就是眼里 就只有你儿子 有我吗 有我吗 别动 你作人不能散良去吧 小时候 没有他的话 你能长这么大吗 长这么大 好量的长呗 好 我投年 我心的阴影有多大呀 小时候老打我是怎么打的呀 儿子就 你不打你孩子是不是 啊 你不交给你孩子吗 好吃都能为他儿子 打呀 干啥呀 我老婆没来这儿了吗 来来来 好 你还正来呀你 怎么呢 还是你儿子吗 什么事 对 他在这儿玩意 你看他从这家睡觉呢 吃菜子了睡觉 你来干啥呀 那你先坐着的 我来找你们 从你这处天天的 你先坐着你先坐着 谁啊这笔粗啊 这是金的 你先坐好了 你先坐好了来 坐好了 我这正上把这个金山 你们凶 你们一个叫姐弟俩 对不对 从你父亲那里 一共借了整整的十二万 一个借了八万 一个借了四万 这个钱是不是该还了 借我了 借钱就我钱 借 那叫借钱吗 你当初是以什么方式 拿走的钱我问你 给你不找 你最应该还 会偏向你了 爸走起来 这疼你 还都偏向你 我不是看你们俩来演戏的 听清楚 我今天是帮李老爷子 把这个欠款拿回来 不是看你们俩来演戏的 我会找他 但是我也会找你 听清楚 你们两个每个人 都在手里 一共借了十二万 一个借了八万 一个借了四万 我借钱啥呀 你不知道吗 你管我要钱 你管你姑娘要是 别打了 可怜可怜我吧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以前就我钱 你有这个道理 你管我的好儿子 他今天没钱啊 就偏向他 别让我 找你 找他 别让我 别让你做 行吧 你们两个 我希望拿出一个 做人的态度出来 怎么 从开始到现在 你们两个只是在 互相推卸责任 我怎么到现在为止 老爷子生病住院 主着拐 你们从来没有一句话 说去看看老爷子 有一个做儿女 该做的行不没有 没时间 你再说没时间 你刚才在干嘛 你不是你在睡觉吗 我把钱都给你了 你最想 我告诉你 有没有 听说 你们两个作为儿女 从小到大 你们在你们父亲手里 拿到多少案情 你们自己回想一下 那得问他 还有你的事 也有你的事 给他最多 最标准 什么都下 只要拿了 就要回馈 懂吗 听有没有 赔钱货 是 你说你父亲把钱 大多数给你儿子了 没有给你吗 有没有给过你 有没有 我问你 要多是多 多于少 有没有 三年之前 你们夫妻俩说 创业做生意 离开这个农村 给你们孩子好环境 好 你说你创业没有资本 你从你父亲手里 借走八万块钱 你应该心里很清楚 你亲生父亲 这八万块钱 对他来说是什么意思 怎么 他从张家 李家借了不少钱 把自己的那个 做农活 那个三楼折业给卖掉了 东拼西凑 把这个钱给你攒出来 八万块钱 他自己生命都不舍不 他花一百年去看病 把钱都给你了 现在呢 钻脸不是人是不是 他给他的手吗 我问你给没给你 是你刚才那样吗 还有你 没你事是吧 给你的姐姐 你父亲 给你姐姐 筹了八万块钱 没给你筹钱是不是 没给你筹钱 对不对 我没钱 你再说一个 当初你孩子上学 需要学习房 需要买房子 是不是差四万块钱 是不是差四万块钱 我问你 这四万块钱 你父亲是不是告诉过 你他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我没说 你再说一个 我不知道 你父亲这几年 你忘了我 你别扒了我 我扒了我 这凡就是你现在 你给我听清楚 你心里很明白 我在这装傻充冷 你父亲靠狮荒 捡破烂 干联工 瘸着腿给你去干灵活 对吧 礼礼礼礼礼 这几年给你挣了点钱 把所有钱都给你转过去了 不是为了你为了钱 不是因为你是他儿子 还是因为什么 他给我先为养 救我养老呢 只是你养什么老 你滚 没完了 听好了 只是你们两个养老 首先 李老爷子在找到我之前 什么 已经给我阐述说明了 他已经放弃了 你们两个需要 对他进的抚养衣服了 听到没有 这是李老爷子的主张 但是我告诉你 法律不会这么着过你们 法律不会着过你们 我现在给你们看两样东西 第一个 李老爷子给我们这边记录 这是他的主张 还是站在你们的角度 去替你们考虑问题 第二个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你给你们的父亲 然后聊天的时候 借钱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 你们看清楚 自己看清楚 别给我装傻装不认字 听到没有 所有的证据 我们全都导出来了 听到没有 所有证据 我们全都导出来了 那么作为一个儿女来讲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的父亲 这次生病住院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 好好回想一下 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你们 还能不能记住 还能不能记住 你们当时说那些丧良心的话 我这次去你们老家的时候 去你父亲的院子里的时候 还给我详细阐述 你们两个 从小到大是怎么挡起来的 他被你们两个都做了什么 你小的时候 好 然后呢 惹了很多的祸 这还 你还得谢谢你姐姐 是你姐姐还给你扛了很多 很多事都是你父亲出面来 替你解决的 对吧 你把你们家 你别闹 你把你们家所有的东西 几乎能砸的全给砸了 那些都是什么来的 那都是你父亲汗水换来的 还有你 你小时候生活一次很严重的病 是不是你父亲扛着你 走了一宿的时间 走到你们县的医院的 我没冤枉你吧 你们小的时候 你们爷撒的合照 现在你父亲还放在枕的旁边 那个框里面 每天都在看 你们还记得你们小的时候 都做了什么了吗 你们还记得你们小时候 怎么对你们父亲的吗 你们知道这次你父亲 你看面的钱怎么来的吗 把你们家仅存那几倍 你全给卖掉了 找了你们村委会村长 募集完一部分 才拿着钱去看着病 他没有儿女吗 你不是等着给养老了吗 你就这儿子你指望得上吗 你也是 你找个外人生我俩 你也指望你 你怎么的 我 你怎么的 我现在不指望你俩 你 也跟我养老了 我现在真的不指望了 我已经失望了 装可怜吧 就在那 慢点慢点 找外人去 慢点慢点 做好人 我已经 你俩 失望了 就是您把 借这个钱 给我 找个名 给我个棺材本 给我 我啥情况你不知道 我没有钱 你啥也别说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俩给我 你俩给我挺好了 现在你们的父亲 主张放弃 你们对他的 抚养义务和赡养义务 但是你们俩都挺好了 根据刑法261条的规定 年老 年弱 重疾 或者丧失生活能力的人 有这个抚养义务 但拒绝抚养他 情节严重 处于五年以下 有基督刑拘役 懂吗 你们俩现在要想明白 虽然你们父亲 主张放弃了 但是并不代表 你们俩就没有 赡养义务了 听明白 这是法律规定的 明白了没有 给我关系大了 听清楚 今天复养义务 不但要旅行 而且你们欠款 一分钱不能少 懂吗 每一分钱 必须给人偿还掉 你们的父亲 做这个决定 完全是出于你们两个 还有你们两个的家庭 不想给你们家庭 制造一些额外的 负团和矛盾 但是你们两个 作为儿女 没有起到一个 儿女该做的本分 把你们两个 从这么大 然后独立复养 你们复养成 你们成人 给你们组建家庭 买房子买车 又给你超级做生意 你们俩呢 我告诉你们啊 证据 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 你们承认不承认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有法律效率 和法律依据 我会把这个证据 打包好以后 直接送到人民法院 面对你们两个的 就是强制执行 胜诉对于我们而言 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不过就是 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你们要承担的 法律后果 你们要想清楚 听到了吗 第一个 你给吧 你也听我说完 你们俩都要给 他给你不给 我没钱 你听好了 有钱没钱 司法程序落在 你同样的时候 法律会告诉你有钱没钱 这东西不是靠嘴硬的 不是靠嘴说的 如果嘴 能够把所有人 你说明白 就不消法律了 听清楚 你们两个啊 两个 包括你们的爱人 你们的家庭 第一点 你们名下 所有的银行卡 微信支付宝 百分之百会被动机 你们再想像现在一样 逍遥的活着 我告诉你 那一切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 你现在 包括从你父亲手里 借的钱 给你孩子买的 那个学校房 是你名下的 还有你创业开的公司 你所有的房产 包括这套房子 包括你门口 停的那辆车 等等等等 你们两个人的固定资产 百分之百会查封 你们俩都挺好了 听到没有 我告诉你啊 任何人 可以在道德层面犯错误 但是法律对每一个人 绝对有制裁性 包括你在内 听到没有 还有 你们两个小民伴 如果你们成为老赖以后 我保证你们 飞机高铁做不了 你们再想出去做什么事 比如说你现在生病了 想去北京看个病 我告诉你 飞机高铁你做不了 你这辈子也训练个 看不了病了 听清楚 你希望的是 你以后跟你父亲一样吗 还有 你们两个也有孩子吗 对不对 你们两个能不能做到 你父亲这样 把你们放在手心里 当保一样 我不敢肯定 但是有一点 我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这个钱 你们俩今天不还 你们两个的孩子 将来长大以后 毕业 从政 从工 包括你经商 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个是法律 还有你的事呢 你以为你没事了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事 你还就不偿还到底了 听清楚 如果你现在有成立 偿还就不偿还了 还有你 你们俩都听好 你这叫拒止罪 根据刑法 313条规定 拒止罪 你要面对的是 三到七年有期途径 你要想清楚 这是刑法 313条白纸 黑色写的很清楚的东西 如果你现在在这种 赋予反抗的态度 那你把这个态度保持住 我保证你到法官以后 你见到法官以后 你的状态全部消失 因为那个时候 你才会明白 我今天来 不是来跟你闹着玩的 我也不是来吓唬你 我是替我的委托人 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我要让他 把他的钱给拿回来 而你必须履行法律义务 听明白了吗 你听好 父亲对一个孩子的爱 是不会打折扣的 你一个当孩子的 给父亲履行他的责任 你也不可以打折扣 并且这个钱 不是说 从你原来都里给掏出来 懂吗 而是你以各种理由 为了他的孙子升学为目的 从你父亲手里借来的 借的多少钱 你就给我还多少钱 他没有给你要一分钱利息 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保护了 你还这样怎么样 打折 亲乡有打折的吗 爱有没有 从小对你难爱 有没有打个折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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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你 你赶紧的 你别说他 这给我就给 赶紧给 赶紧给 快点 爸给你转在卡里了吧 把手机给你父亲看一看 看看手上铁证 给我看点 看着看见了吗 请 啊 好了 对金老师替我看一下 应该应该 你看你看是不是转过去了 不正骗你吗 转就转了 好了好了 行了 我真寒心啊 快行了吧 你老说 你闭嘴吧 闭嘴 你给我听清楚 如果说我后续 接到老爷子 给我打的任何一个电话 或者发的任何一个微信 告诉我 你们两个 没有对你的父亲 尽到一个赡养的义务 我会带着法院传票 带着警察 一起到你们家里来找你 到时候你们面对的 就不是我金山一个人 而是整个国家法律 咱们走了爷子 走 慢点啊 慢点啊 慢点慢点 下路听慢点啊 哎呀 好 李老爷子的事呢 得了一个圆满的解决 但是这并不代表 李老爷子的余生 就一定是幸福的 这样呢 不孝儿女呢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如果说这种情况 得不到解决的话 那我们整个社会大众 将面临的苦难 还是会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啊 其实遇到问题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没有方法而已 如果说大家遇到 这种情况 记住了 马上拿起法律武器 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